大家知不知道在我Instagram連續四個星期每星期六都有獎金抽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記得去我的Instagram看看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就是我想預祝我這個Youtube頻道差不多有二萬訂閱 我也很希望這個喜悅可以和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有什麼獎品可以留意之前的一條影片 如果你覺得你真的很想要那些禮物的話記得在Instagram那邊抽 好啦廣告完畢,我們去片啦!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這條影片我就想開始我的年度最愛系列 你們看到我穿得非常輕鬆,這個是睡衣 就是因為我想分享護膚品 其實我今年接觸過的護膚品一點也不少 無論是PR送的,或者是合作的 甚至乎我自己買的都有一定的數量 但是大家都看到我拍過一條影片說關於基段食 直至到現在為止,我都盡量將用在臉上的護膚品減到最少 在這個情況下都可以成為我今年最愛的護膚品 真是精挑細算 先戴上頭盔,因為我經常都拍每月最愛 還有之前有個入抽保養品系列,其實很多都出現過 我都是真心喜歡他們的 所以今天其實有很多都是重複了 所以今天就不會太詳細地這樣說了 你們看一下我的分享吧 洗臉我也是用香港品牌DNA 它們人手製造的一個潔膚液 它是唯一一支令我每一天都會想按它來洗臉的產品 它洗出來真的很舒服,味道我自己覺得很清新而人很放鬆 然後洗完之後很乾淨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敏感或者很乾的情況發生 我自己都真的很喜歡 所以你會看到我在這半年左右已經差不多用完它了 這個情況是很少見 因為我很多洗臉的產品都是用到一半就會貪新忘舊轉到第二支 所以我覺得它是絕對值得入了我今年的最愛洗臉產品 Toner方面毫無疑問 今年最愛一定是這支Light Toning Water 我最喜歡的版本就是Moisture版本 趁它減價的時候我會入手三、四支在身上 我每一焦種是每一焦種 無論在香港也好,不在香港也好 我都一定會用它來濕敷 因為真的覺得效果很好 全天都可以令自己皮膚水潤保濕 都是靠它的 以性價比來說 如果你都像我一樣 比較成熟肌 比較乾 然後很容易下午就覺得慢慢緊 不夠保濕的話 早上可以嘗試加多一個步驟就是做濕敷 其實都是浪費你多一分鐘的時間 但是效果真的差很遠很遠 如果我條條片你也有看的話 我想你一定知道它會出現的 就是這個了 它就是Drunk Elephant的保濕精華 其實我家是從來沒有缺乏過保濕精華的產品 但是唯獨一支是令到我每一天都會繼續用 然後不會貪心忘舊去按第二支的話 都是Drunk Elephant這一支 但是我覺得冬天這個時間可能差一點 夏天、春天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樣 又乾 但是我又真的好真好黏的話 這一支是可以做到很輕盈而保濕的效果 然後下一個產品 就是Dr.Wu的這個 杏仁酸溫和換膚精華 那為什麼我還是再拿它出來說呢 就是這一顆豆了 大家看到了 今個禮拜和上個禮拜 這一顆暗瘡 中間是沒有爆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印 我沒有放任何遮瑕膏 它都不會深到很恐怖 或者損壞了、脫掉皮是沒有的 有什麼時候我會用呢 就是當我的皮膚開始變得粗糙了 有時候你M前M後 就會有些粗糙的摸下去 不順心、不開心的 那我就會去用 用三、四天 其實你就會磨到自己 真的好像滑一樣 中間是不需要有脫皮 但是用它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乾一點 就要做好一點的保濕 另外就是關掉這些痘痘的時候 我就會瘋狂地連續去用它 我不會全面用的 需要哪個位置就會用哪個位置 那我就會塗整個下巴 讓它開始退散 是退得不錯的 然後就到臉霜方面了 猜不猜到呢 我今天真的覺得 遇到它實在太好的 La Mer Moisturizing Cream了 那這一盒霜 雖然我知道單價很貴 但是它的貴真的是十分值得的 很多人都後來教我 是用手心搓 再印在臉上 效果真的非常非常之好 你用完的時候 你真的用了一段日子 而且你要用足夠的份量 你會感覺到自己的膚質 真的提升了 那當然啦 如果你只有18、22歲的話 就真的不需要用了 你無論捱多少天 你皮膚過兩天都是用光換髮的 但好像現在依依一樣 真的捱多一會 辛苦多幾天 都開始整個人暗沉 很辛苦 粗糙的 都出來的話 你去用這一盒 你就會感受到有這個變化 然後就算你要嫌我滿腸氣到飽 都要狂推的 這一支 The Ordinary的眼睛 咖啡因眼睛 這一支就是我的眼腫救星 早前大家看到我的眼袋 掉了出來 眼腫腫腫得很厲害的時候 就是我用了它打了沒買回來的時候 前一晚喝了很多水 打了Bino吃了燒肉的話 整個人腫了眼 好像剩下一條線一樣的時候 你用了它是可以開眼的 但是它是純粹針對眼腫的 任何的細紋 黑眼圈 那些東西是絕對幫不了手的 因為我本身眼袋 這個淚溝位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加上浮腫 簡直是超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它只要救到我這件事 我已經愛死它了 然後就到一些唇布的產品 其實我一直都有用Lineige的 這個晚上的唇膜 這個唇膜我用了差不多兩三年了 當然不只是這一盒 你會看到其實我也快要用完了 因為以前敷它 第二天我會覺得整個嘴唇 皮膚會軟化了 然後去抹的時候可以抹掉死皮 但是最近我覺得沒有了這個效用 不知道是不是習慣了它 所以我就開始嫌棄它 就轉用了這支的潤唇膏 它是萬秀倫敦出的Melt Cream Lip 當你口茶的時候 我本身以為起床會在枕頭上 或者是吸收了 總之會消失的 早上的時候我還是感覺到 嘴唇上有一層比較厚 它是有薄的 但是仍然有厚度的潤唇膏 而且它是真的做到軟化我的死皮 我是抹得走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我特意把它在袋子裡抽出來 長期放在床旁邊 每晚去塗它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三款的PayPal Mask 對 今年呢 應該去年也有跟大家說過的 今年依然很喜歡用的 提提研金箔面膜 它滋潤得來不會覺得很黏 我自己就覺得效果是可以長兩天左右的 所以性價比非常好 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那第二個呢 就會是今年我在日本那裡找到 然後現在香港都買到的一個 一個土味的面膜 那這個面膜呢 我自己覺得最開心的東西 就是它敷上去的時候 有一層很香 香得來不會覺得很膩的土味 所以有時候人壓力很大 不是太開心 然後想放鬆一下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這個面膜 那我就會敷上去 它是少許Gel狀的 不是水裡滴出來 它的保濕程度不可以去到 驚艷驚喜很厲害 嘩一聲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的味道舒服 兼且保濕能力不錯的話 就會成為了一款 我今年隨手一拿 一想起都會拿起它的面膜 最後就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面膜 因為也很多人傳訊息給我 問我關於它 那我就在台灣找朋友幫我買的 我很喜歡遙距購物的 幸好我的朋友也很不介意幫我買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心機的安平面膜 它給一些便宜面膜 你們都知道台灣的開架面膜 很多時候只有水裡滴 或者敷完後好像敷噴 沒有那種很滋潤的效果 這款就不是了 它是便宜得來開架得來 做到一個滋潤 你真的知道原來我昨晚敷了面膜 我不會說第二天起床 什麼都沒有做過的感覺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一些我2019年很喜歡用的護膚品 是一些年度最愛的護膚品 雖然我知道 如果你每一段影片都有看的話 可能會覺得悶的 又是這些東西 但是正正因為我平時分享的 都是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用的東西 所以到年底 都是它們出現的了 Anyway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看看究竟之前每月最愛 是否可以結束到最後 到這一刻 都是做到我的年度最愛的 對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星期 以及星期日下星期12點 對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了 掰掰